过年前戏中国武汉新习冠状病毒不断扩大 近日前传出一名死亡病例 16号深夜再度传出一名患者死亡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知 目前肺炎病例维持41例 重症5例 累计死亡2例 而这次新增的死亡病例 是一名69岁的雄性男子 在去年发病后本月4号病情加重 12天后宣告死亡 像这种病毒性肺炎 他的愈后其实跟他的年龄 还有这个潜在性的疾病 跟他的并发症严重度是有关 那这一例的他的年龄 还有他有慢性疾病跟并发症 其实都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他的愈后就比较不好 除了武汉肺炎在中国传国外 疫情也扩散到周边各国 目前泰国及日本都已出现确诊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也发表声明 指出考虑到全球民众的旅游模式 相信会在其他国家发现更多病例 呼吁所有国家继续做好预防工作 另外17号泰国也发现 第二期武汉肺炎病例 患者是一名74岁来自武汉的陆籍女子 泰国政府也表示会持续加强检疫 有信心可以抑制病毒扩散 不过目前还无法证实 泰国在17号新增的这粒 是否有到过华南海鲜市场 另外机关署也更新台湾情况 目前已经累积4粒通报 全部都符合武汉旅游史 不过都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3粒已排除 1粒正在检验中 新唐人犹太电视综合报道